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星月美食厨房 您知道核桃怎么处理才没有苦涩的口感吗? 经常想让小朋友不碰到,但是小朋友又不爱吃 那您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又香又脆又甜又好吃 不管您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吃上一颗根本停不下来 平时在家里可以做一些当做年货小零食 第一步,我们先给核桃焯一下水 焯水的目的是为了去除核桃的杂质跟表面的粘东西 然后我们倒入一勺食用碱,用家里的盐也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很多的盐其实都含有食用碱的成分 现在是不是可以看到清水的颜色变成了深棕色 颜色在转换的过程中,我们核桃苦涩的口感就被剔除了 大火烧开沸水以后,给它沸腾三分钟,我们即可捞出核桃 焯水好的核桃我们给它放入冷水中 这一步的目的是彻底的把核桃清洗干净 所以您一定要切记,焯好水以后一定要把核桃多清洗几遍 然后将沥干水分的核桃放入烤盘中 今天我们不炸核桃也不炒核桃 这个做法的好处是能保持核桃原汁原味并且营养不流失 紧接着我们放入烤箱中 时间设置18分钟,温度200度 我的烤箱功率比较小,所以您要按照自己平时烤箱的功率去调整 您每次做琥珀核桃用的是白糖还是冰糖还是蜂蜜 然而今天我要做的琥珀核桃用的是这一罐材料 QQ弹弹很筛牙的麦芽糖 为什么我今天要用到麦芽糖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口感好 还有如果您是新手做的话那一定百分之百是成功的 好了此时我们开大火,往锅内倒入一碗的清水 紧接着加入我们的麦芽糖 因为麦芽糖的韧性非常的好 我们用勺子的时候需要不停的旋转拉伸 取出麦芽糖以后直接放入锅内即可 麦芽糖预热以后它会自己溶于水中 紧接着这个过程我们要将燃气草转为中小火 如果持续到火的话糖水很容易变成焦黑 糖水升温以后会产生很多大气泡 用勺子搅动的时候一定要顺时针搅动 这样糖水才能受热均匀 好了此时我们麦芽糖是不是可以看到颜色变成暗棕色 冰糖拉丝的颜色是比较偏红 然而麦芽糖的颜色是比较偏暗棕 一旦麦芽糖转化为这种暗棕色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了 必须要迅速的倒入我们的核桃 不停的翻动核桃 让我们的糖衣均匀的能包裹上核桃 糖衣包裹均匀以后倒入少量的熟芝麻 熟芝麻配上这个琥珀核桃 别提有多香 好了此时我们关火给它盛出核桃 如果您此时想趁热吃 给手上沾一点水 给核桃掰掰扯一扯就能出现拉丝的状态 好了此时核桃放凉两分钟以后口感是最好的 软软的糯糯的非常的弹牙筛牙 如果您喜欢吃的比较硬比较脆爽 放凉一个小时的口感那就是嘎吱嘎吱脆 好了好了麦芽糖版的琥珀核桃您看会了吗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转发给更多人 谢谢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